真的是险象还生 眼睁睁的看着房子就这样瞬间 青岛被挤压到这路边 索性屋主一家人幸运逃出 一早重回家园 看着房子毁了 女屋主惊恐的情绪 得挂急诊来稳定情绪 而家人甚至得以攀岩的方式 爬回残破不堪的住家 来抢救家当 图示要冲刷 房子就像是积木一样 青岛在路旁呈现90度 屋主一家人一早赶回家园 抢救家当 但回家的路困难重重 甚至就像是在攀岩 好不容易爬上了屋子 屋内却是乱成一团 衣柜家具统统堵住了通道 能抢救出来的东西真的很有限 女主看着房子毁了一夜难眠 又想到当时三个女儿都在屋内 幸好都平安逃出来 但是吓得她到现在情绪还是难以平复 听到玻璃的声 一旦在睡觉就对了 大女儿听到那个玻璃的声音 早上二楼 快叫她小妹下来 睡得有睡好吗 睡得好吗 我早上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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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上去睡了 早上去睡了 血液都飙起来 血糖都飙起来 早上也没睡 我两个早上去睡了 屋主的三个女儿死里逃生 幸好都平安没事 但是这家人都不敢相信 怎么一场大雨 两层楼高的房子瞬间 屋倒强烈 而且之前我们就跟她讲说 你那个挡土墙太低了 太危险了 我们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很早就是跟政府行文 可是政府都说 那个是安全标准里面 可是看到这样子 她一场雨而已就不见了 什么都不见了 我就觉得说她到底是怎么做的 她跟我们讲说没有问题 说这个都是安全的 其实安全的东西到底是在哪里 我看不到安全在哪里啊 我们今天家人如果在里面怎么办 今天你要两个 我家人都不见了 早就觉得有问题 如今一场豪雨 让入家后头山坡土石流冲刷 房子倒了 家园毁了 重建之路 这家人还不知道怎么开始 周年水游黄飞华 陈出炫N小组 基隆报道